大众的对于电子音乐的认知 大家会觉得 这就是电子音乐 那其实我对电子音乐的了解呢 就是不是原声乐器 发出来的声音制作的音乐 就全部都可以统称为电子音乐 我一直认为电子音乐就是party音乐 就是能让所有人心啊动作 我头发丝的头根都能一块真的动起来了 如果中国音乐要走向世界的话 我觉得电子是唯一有希望可以走出去的 就是电子音 各位制作人们 如果你认为你是好的producer都可以处理 让你的抓住点燃我 我想用我自己的语言来写好每一首歌 这就是我为什么参加极客电影的原因 今天第一个让我这么热血沸腾 如果有规则 那就要去打破它 这首歌能够在中国走得起来 也一定能够在世界走得起来 听那么多歌以来 我在座位上最坐不住的一首 编曲到选绿到唱无可挑选 我归着你 归着你 归着你 我一直想听一个意想不到的捷律 我今天就终于给到我了 我的艺名就叫Anti General 所以我的捷律绝对不会是你预料得到的东西 我叫冯提默 我给的词汇是原创领军 为什么没带原创过来呢 你看见那个弹幕了吗 我知道 我看见弹幕了 对 你出现的时候会有一堆人说你的 明白吗 我来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想要用微笑打卖嘲笑 那个音乐我听起来就感觉是截了别人的眼睛 他们的音乐没有很好 很无聊 他们的表演也不够好 我不想评论 其实我希望组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堂本 把中国的音乐推向世界 我深深地认为这个世界上怎么分高雅跟低索 就是高雅的字合适 有一个音乐人可以把中国的文化 把马银西方人能够看懂的方式 那么这个人就能够带领中国音乐走出去